王大哥 胸口好疼 啊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小姐 女儿 阿雄 请停下 停下来啊 没事了 明明我已经成长了很多 却还是帮不上小明哥啊 大家也许日后议会还会遇到劫难 同样需要能挺身而出的人 那时 请站出来 守为自己真爱的议会吧 记得在书里看过这么一句话 城坚除恶者 曰狭刻 智勇无双 庇护一方者 为豪杰 而就云云众生与苦难 舍生取义者 视为大英雄 该死的堕灵师 竟然这样对我 灵系直系血脉确认 灵家宝库开启 找到了 混蛋堕灵师 这次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琉璃剑 裂风杖 绝火披风 林广楷 硬化合计 大灵力要水 管你有多强 老子拿道具堆死你 你们 快联系附近岛屿的所有部队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东极岛 是 只要干掉来袭的堕灵师 我就不是逃兵 而是拯救东极岛的英雄了 已经击溃了东极岛驻扎的飞鱼未分队 只要赶在大部队合围前撤离就行了 这是兄兵的共鸣 多么美妙啊 主人又给我找到了新的家人 赶快把这边清理干净 然后 去和主人会合 迎接家人的归来 血玉是石兄兵中力气最强的 没有人能抵抗他的精神 抵抗吧 挣扎吧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人够虚弱 让灵魂被他彻底吞噬 看来地约已经完成了 环影加入我们 既然身为兄兵 就舍弃以前的名字了 以后你便是血玉 那么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 那家伙 我才又过来了 你拉着我呀 给死的家伙 秘密答应王司徒说要放过我们的 别人可以放过 但是不包括他 来 白姑娘 香水 白姑娘 你 遇到级别远高于自己的兄弟 不准过来 轩辕血脉被激活的反应 越是浓厚的轩辕之血 反应越是强烈 企图唤醒沉睡在血脉中的能力来自慰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轩辕后翼 吞噬起来更加美味 那么我就多等片刻吧 混蛋 死不会让你得逞的 什么 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呐喊着 我 我 小 小天 血玉 才苏醒就这么饥渴 想抢食吗 黄大哥 不论是堕落也好 为这把刀附体也好 王大哥 就是王大哥 我宁愿被王大哥吃掉 唉 终于清理完了 希望主人不会怪我迟到 可要是新的家人 不是很难相处的类型 该怎么办才好啊 有点担心哪 好好好 唉 原来是你啊 果然 我们命中注定就是一家人啊 王司徒 还没来得及恢复神智 啊 马上要杀掉自己所爱的人 早说过你会后悔的 要不要帮帮他们 可主人在床 我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了 很好 他就让给你了 我会审命挡住他的刀 阿萧 你带着白姑娘跑 嗯 小鬼 帮忙 阿爷 你也要小心 等把白姑娘送到安全的地霸 我会来救小明哥的 不管有什么办法 啊 等等 小明哥在消 哈哈哈哈 去尽情杀戮吧 雪玉 你的每一分堕落 每一分成长 都让我欣喜若狂 欣喜 欣喜 你的西瓜皮啊 雪晨 你只保持着理智 我在鬼秘世界玩嗨啦 每周六十点 等你一起嗨玩新世界 掃描这个二维码 看我如何碾压主角 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